正因为李老有了传承武术振兴中华的追求 他虽年于八旬仍无私地向北京武术队 体育院校师生及各界武术爱好者传译 李老师不但技术方面非常好 技艺高超而且武德方面很好 我想对我们我是比较门外的了 不太懂都给我们介绍 或者介绍各个门派的哪些人物 哪些老师他的特长是什么 这个人品怎么样 特别认真仔细 对我们推广开展 武术活动这个队伍起了很大的作用 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谁会谁不会 他没有那个门派这个支箭 所以对我们在北京市搞这个请出这么多 拨通全种的老师 出来开展这个北京市武术活动 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他给提供了 所以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我们就到哪里去请谁 到哪里去请谁 把大家请出来 使得北京这个武术活动能够团结 也要健康的这样一个发展 有时候我经常要请这些老师们来给我们的学生 讲讲课啊 我们这个李老师呢 这个这个人呢 他 你看他相貌 就比较和善 他谈吐 带人接物 都比较和爱 可亲 这个时候 所以运动员都愿意跟他交往 所以这个我们来说 我们也非常尊重和感觉非常好 另外一个对我们年轻的这个培养一批新的人来说呢 他也很关心 所以呢 既然不短的 他有时间的话 有时候自己就戳着拐棍 就上我们训练馆去了 经常到我们队里面去看看年轻的小孩子训练怎么样啊 对他们还都非常了解 他都看完了训练 他都给讲 讲动作 讲这个 那些动作的内涵 跟八卦的精髓 从理论上 给我们讲 让孩子懂 所以在那一段 相当长的一段 就有四五年吧 北京女子武术的比赛中呢 八卦掌一直是冠军 后来我们男生 在这个比赛的时候 也有好几个人 八卦得了冠军 北京队的八卦掌冠军呢 一个叫葛春燕 另外一个呢 叫张鸿梅 这两位呢 一个现在在新加坡 葛春燕 一个张鸿梅在美国 还在推广我们李老师教过的这个八卦掌 李老曾于八十六岁高龄 知身艺人 应邀赴日本 新加坡等地讲学 在李子明先生众多的海外弟子中 日本友人 佐藤金兵卫 与李老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改革开放初期 佐藤金兵卫先生率二十多名弟子 远渡重阳 克服重重阻力 拜见自己久养的老师 始终追随其后 书信往来 十几年如一日 几乎年年前来拜见 尽管语言不通 可对武术的热情和真诚 是息息相通的 在他的努力下 介绍李老级八卦掌的书籍 刊物录像带 在日本相继出版 李老则图授图都极为严格 对弟子不仅传授武技 也重视武术理论和武德的培养 我的老师在教我们武术的时候 不但教我们这个武术上的这个传统文化 而且对这人的这个道德品质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那么就是中国传统的讲法 就是说武功要高 还要有很好的武德 老师有一句话 学宣布学理 如同打自己 就是说不让我们成为一代武夫 就会动拳脚 什么都不知道 他不但在技术上教我们 而且在人品方面 在生活方面 在各方面 都给都时时刻刻在教育我们 有一次我的父亲去世以后 他知道了以后 马上叫几个徒弟 说小弟他父亲去世了 赶紧攒点钱 所以说这体现了一个我们老师 对这个徒弟们对家庭照顾各方面 我们的老师可以这样说 拿徒弟当朋友 也当儿子 亲过儿子 我是俩老人的儿子一样 天天长在那儿 老师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 给我写了一副对帘 当时写的就是 与君共焰八卦掌 获我中化一朝春 我当时一想 这老师的地位 而且就是老师的这个名望 是吧 也和现在咱们说是吧 一代中师 是吧 劝师 而且给我写 我是一个小徒弟 当时 我一看这字 我心里边有点受从热惊 就是拿这个徒弟当朋友 李子宁老师呢 是我一生当中啊 这个所接触的老师当中呢 我最尊重啊 最崇拜的一个 他不但武艺高强 而且为人特别好 这个他可以说是尚武重德 另外他教徒的时候呢 他是这个 那真是这个 请尽全力 千方百计的 让你 比如说我很喜欢 那拔我滚手刀 但是呢 他年岁也大了 说的这个 有时候呢 就说不是那么太全 或者不太到位 后来他说你呀 到大园里进去 你可以找他去练 后来老师呢 还怕我掌握不好 这个 写一方信 这信上画了图 真的描着图线条 怎么练 什么架势 什么定势 腿行动有点不变 坐在那个通椅上 在家里边 就坐在椅子上 教我一些招数 不仅仅是 他给我教了 这些八卦证招数 最重要的是 让我感受到了 老一代无数家 对无数的后人的 人切期望 就把这个李老啊 就请到市公安局 到那儿就给 说一说 然后大家就 练得都特别认真 练了以后呢 为我们的这个工作呢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个时候 李老年事已高 我呢 特别喜欢八卦掌 后来李老就 委托马川旭老师 传授我八卦掌 有一次 有一个美国的武术爱好者 就是到了李老家里 也是非常诚恳的 到这儿来 就是要比划比划 后来 这李老就给我打电话 到了家里一看 一个美国人 挺大的个儿 美国人是 就是玩拳击的 他这一拳过了 我顺势 就一拖他肘 进去就一肘 给他一肘 就给打在座那儿去了 这李老一高兴拿起笔 就给我写了个厚生可畏 打完以后 这个美国人也很福气 就是非常诚恳的 要拜李老 然后李老呢 又给他送的书 给他很多这个武术资料 李老这个呢 他是 你不管是哪个国家的 他都是一视同仁 反正自从我这个 练八卦掌以后啊 特别是在我工作上 尤其是有些 重要的外国的一些元首来 经常就是让我去 领导呢 也放心 这个呢 都是跟李老这么多年的培养 分不开的 在李老的辛勤培育和无私传授下 众多弟子已成长为 我国武术界的著名全师及名首 还有的从事武术教学及研究工作 弟子中已有八人被评为武术七段 有的弟子就是 反正为武术事业和为国家建设事业 都做了不同的贡献 一些弟子 有的呢 就是在铁路局的公安处 是吧 这个做教练 帮助维护这个国家的治安 有的呢 就是在这个景观大学做了教授 这也是为这个武术事业做了贡献 谈及我的老师 这个李子民先生吧 心里非常非常的这个激动吧 我自己呢 从一个普通的一个 这个小学老师 对吧 最后成长为这个 怎么说呢 高级景观 高段位的这个武术工作 武术工作者吧 所有的这些成绩 我觉得跟老师的这个精心的培养 教育和严格要求 确实是分不开的 有14个国家的学生 在我这里学习 比如说有美国的 意大利的 法国的 其中也有 专业的运动员 体育运动和文化是没有国界 也是不分民族的 所以我据称这个老先生的事业 更好的向全世界发展 我们的这个中华武术 李老不仅在武术上造诣颇深 其艺术成就也见数甚多 尤其擅长书画 曾将自己的画作 献给国际武术联谊会 他的作品被军事博物馆收藏 李老还在多部影片中出演角色 在练功 教功之余 看看书 写写字 做作画 这一下把生活就丰富起来了 而这个东西呢 他又可以讨厌他的人格力量 所以我说他可以叫做文武双全的 他画的画画得挺好 他还得给摆印章啊 刻上 有他的名字 还有他的笔名 他的笔名是小独独人 也有章 他也有他写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不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